6月18号,广西核实警方向外通报称 当地警方与近期成功侦破一起特大跨省贩毒案件 共抓获涉案人员18人,缴获毒品海洛因33726.85克 冰毒9984.59克,毒资人民币292.4万元 冻结涉案资金人民币374.7万元 查扣涉案车辆7辆 警方通报称,2018年10月,河池市宜州警方在侦办一起贩毒案件中发现 宜州籍男子蓝某与广西滨阳籍男子黄某华购买毒品海洛因到宜州贩卖 宜州警方经侦查发现,黄某华购买毒品的上家维某军与云南上家蒲某钱等人联系密切 并有组织性的从事运输、贩卖毒品等犯罪活动 由于该案涉及人员多,毒品数量巨大,并涉及云南贵州两省 以及广西南宁、冰阳、上林等多个市县 宜州警方经逐级上报 该案于2019年3月22号经公安部审批后,确立为公安部都办毒品案件 案件续号为布2019-123进行侦办 随后,核持警方成立专案组,并派民警丰富云南贵州等地开展案件侦查工作 2019年4月11号,专案组获得信息,蒲某钱等人已经准备好大量毒品 并与维某军约好毒品交易时间 专案组认为收网时机成熟,虽派出150名金干警力进行收网行动 4月12号,蒲某钱伙同杨某平、郭某云、杨某云四人驾驶三辆汽车 携带毒品从云南省宝山市出发前往广西 当日12时许,蒲某钱等人驾驶的三辆汽车进入贵州省安隆县时被警方截停 民警当场缴获毒品海洛因76块,冰毒10包 与此同时,指挥部下令全线收网,各抓捕小组立即对相应对象进行抓捕 至此,布多2019-123毒品案成功告破 共抓获维某军、蒲某钱及其同伙18人,查获毒品海洛因96块 净重33726.85克,冰毒10包,净重9984.59克 缴获毒资人民币292.4万元,冻结涉案资金人民币374.7万元 查扣涉案车辆7辆,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中